全军牺牲 他就是中共川散省委员 时任红武军团保卫局干部的殷长科 他从齐连山脱离险境后 辗转到新疆 到1940年才回到延安 可是殷长科回到延安后 原来老部队的人都牺牲了 整个延安无人认识他 他本来保留了一张 中共川散委员会委员名单通知书 但在齐连山兵外突围时销毁了 这样组织上不了解他的情况 把他当作一名战士 安排住在招待所 这时抗日风火正烈 殷长科本来已是团级干部 急着上前线去 无奈党及何身份无从解决 团团是转 其实殷长科知道 全延安有一个人知道他 此人就是朱德 为什么 1986年 殷长科在老家四川通江县 还是一个16岁的 少年时就认识了朱德 当时朱德率部讨伐军阀刘南亭 来到殷长科的老家 殷长科正在放牛 看见朱德他们 主动为他们带路 把刘南亭活擒 战后 朱德还奖励了他60块银元 随后 殷长科的父亲跟随朱德的部队走 后来 他在南昌西一南下中西省 1935年 在长征途中 朱德随左陆军又一次来到通江县 有意思的是 他们再次相遇 这时 殷长科已参加红军 在红四方面军总保卫局训练班学习 以此他在总部遇上了朱德 两人都十分惊讶 长谈了一个下午 在训练班学习结束后 殷长科就参加了西路军 无人认识自己 也无法证明自己的档机 殷长科思考良久 下决心说 找总司令去 结果 他赶去杨家令 第三次见到了朱德 朱德听殷长科谈了西路军的情况 安慰说 你是幸存者 人生难免有三灾六难 这次你过了一难 留得青山崽 不愁 没柴手 燕长科于是告诉总司令说 现在组织尚不承认我是干部 还留在招待座 朱德惊讶地说 有这事 这也不怪组织 燕长科说 认识我的人都牺牲了 朱德说 你是中共川散委员会委员 当过保卫干事 这些情况 我都知道 我来给你作证 至于工作分配 就让组织上安排吧 不久 在朱德的证明下 殷长科恢复了干部职务 被派往了山东抗日前线 当了许是有的一名部下 在抗战中 一次他与日军打入搏战 被日本兵打断了右臂 幸好被战友们救起 在解放战争中 他在华东野战军 先后参加淮海战役 渡江战役 后来又调到了四野部队 在中南军区警卫团 在七十年代 他调到了北京 在总参兵议局工作 直到离休 殷长科后来说 朱老总是我们革命的正名人 也是引路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